前几天 蔡依林《浪舞》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榜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很多网友持怀疑态度 认为以蔡依林的当红程度 不会来参加这种胡咖节目 即使她真的来了 也完全是降维打击 C位没有任何悬念 但不管蔡依林来不来 《浪节舞》是该提上日程了 赵丽是芒果台上半年的重头戏 虽然不少网友吐槽 节目越来越难看了 但从热度和影响力来看 《浪节》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 芒果台靠她依然赚得盆满钵满 近日网上就传出一份《浪节舞》的你录制名单 多达40人 其中外籍姐姐有10人 她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档节目的国际事业是越来越宽了 看哪一 蔡依林领衔 台湾乐坛有四大三小一舌团的说法 代表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其中三小中的杨成林 王心灵 以及一舌团SHE中的艾拉都参加过浪节 王心灵和艾拉还获得了冠军 特别是王心灵因为浪节三成功翻红 至今人气都很高 在四大中 蔡依林是最长红不衰的 但她多年没有在内地发展了 所以也不排除借浪节舞宣告强势归来 不久前 芒果台的跨年晚会真正压场的重量级嘉宾就是蔡依林 这是她时隔11年再次参加芒果台的跨年晚会 她带来了一段长达18分钟的全开麦的表演 气息稳定 还翻全场 不愧是华语乐坛的唱跳女王 会不会跨年晚会只是开胃菜 参加浪节舞才是蔡依林的大菜呢 一切皆有可能 看点二 两位国家队选手 在这个名单上还看到了两位国家队选手 一是女高音歌唱家谭京 从实力来说 她比上一季的《龚琳娜》有过之而无不及 谭京曾参加过《歌手2017》 一首九二惊艳全场 特别是高音部分将唢娜的伴奏都生生压下去了 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可惜她中途退赛了 否则她很有机会获得总冠军 另一位是前央视主持人李思思 虽然她不是歌手 但在央视的舞台上唱过歌 声音很甜 何况浪姐一直有跨界的传统 如果她能来 无疑是节目一大噱头 看点三 多位久违的希克 一位是翻唱天后卓一婷 论翻唱歌曲的数量和传播度 华语乐坛难有人超越卓一婷 据悉她至今共翻唱了700多首歌 在磁带和VCD盛行的年代 她翻唱的歌可谓家喻户晓 一位是香港老牌天后陈慧琳 陈慧琳的经典作品很多 特别是拥有多首国语经典歌曲 但她从未参加过内娱的总益节目 到时不时会接一些商业活动 另一位是才女徐静雷 徐静雷的身份很多 女演员 导演 编剧 监制 教师等 六年前她曾参加过跨界歌王 但之后就基本没有音讯了 看点四 十位外籍姐姐 浪杰四共邀请了七位外籍姐姐 其中美丽亚知福成功出圈 浪杰五进一步扩大外籍阵容 有多达十位外籍姐姐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其中金之源是韩国知名的女演员 曾主演过《太阳的后裔》 《继承者们》等热播剧 安妮海森威是美国知名演员 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林嘉欣是加拿大籍华裔女演员 歌手金马奖大满贯影后 她还发行过多张音乐专辑 当然以上名单不能尽信 能有七八成熟时就算不错了